24 歲女犀處錫落橋上個星期四懷疑行山失蹤 消防派出過百人在飛鵝山搜索 在晚上大約6點 消防在山頭附近發現一名昏迷女子 初步證實是錫落橋 搜救人員將她移動去到安全地方 文安隊搜救人員在山崖邊拉起山繩盡行救援工作 據現場消息指 錫落橋被救起時陷入昏迷 而她的家人稍後也在網上專業尋找行山少女錫落橋中 證實錫落橋離世 並且表示感激每一位朋友的幫忙 錫落橋失蹤3天救援人員先後在飛鵝山 臥土棧道 襯窩懷疑屬於她的餘夫母和一隻行山鞋 警方表示 錫落橋最後的手機訊號 是在昨天早上從新蒲江一個工廈的發射站發出